那往后我们有几个比较常用的相对应的这个衡量指标,衡量这个走势或者说衡量你的趋势的一些指标,我大概讲几个均线,MACD,KDJ和顾比倒数,然后我觉得几个比较常用的,第一个我们得理解技术指标是什么,实际上它就是一阶的把K线的成交价格, 把K线的量,然后做了一个数学公式,它用一个数学公式算出了一个值,然后这个值的变化情况,这个值的位置,然后来揭示现在的股价是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你说你能用指标来去做买卖信号吗? 我觉得武断了一些,会有效,但这个效会很飘移,就是它没有确定性,那你去用它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技术指标的胜率都低,大概也就40不太到, 比如说它们测试MACD精叉这种胜率,它像这种MACD的精叉, 刮了呀,就是这种时候呢,我们的MACD的, 所以我们在用技术指标的时候,要理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只是一串基于K线的组合, K线的价格量去计算出来的一串的过程, 这是我们对于技术指标的理解,那我们怎么用技术指标来去判断, 或者说用技术指标来去衡量,对我们的这个走势有一定的指示作用, 这是我们去用技术指标去做分析的一个核心的作用, 那分类呢,主要有几类,动量指标,然后相对强热指标和随机指标, 动量指标呢,就比如说像MA这种就是, 比方说像强弱,像RSI这种指标就是强热指标, 像随机指标的话呢,像KD这种就属于随机指标, 我们先讲移动平均线,移动平均线是非常非常普遍和适用的一个指标, 它是什么呢,它是将一定时期内的证券价格加以平均, 并且把这些平均线连在一起形成, 就是它变成就是移动平均线, 然后它会变成这种, 因为随着你的时间往前退移,它的线也会往前延展, 这种平均的特征呢,就这种基础指标的特征呢, 就会揭示当下的,就当下的这个平均值的特性, 所以它既能起到连续的观察,又能反应当下,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指标, 那移动平均线呢,是由格兰币来发明的, 就是我在做这个PPT之前, 我也不知道均线是由这么个人, 包括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在用均线, 但是对于均线到底是谁搞出来的, 大家很多时候也都不知道的, 第二个呢,就是均线的理论是比较普遍用的指标之一, 然后它的做法呢,有判断趋势, 应用趋势和发现趋势的延展, 这是我们的趋势的作用, 然后移动平均线呢,会的分类呢, 会有五天线,十天线,三十天线, 六十天线,六十天线,一百二十天线和两百四十天线, 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然后还有一些异化的, 比如说像88天的, 然后什么72天的, 这种都会有,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把五到十天的成为短期的平均线, 把三十到六十天的成为中期均线, 一百和二百四的均线成为延线, 或者说长线指标, 然后这个里边讲了算术平均的, 就是算术移动平均的计算方式, 为什么它叫算术移动平均, 然后包括所谓的这些均线是如何算出来的, 实际上就是如果五个数的话, 就每一天新的数字进来以后, 把原来的数字踢掉, 然后求它的平均值, 这样的话, 它不就是这个线就会一直贴着最近的那个价格在变动, 这种时候我们看到的线就是算术移动平均线, 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个动态的, 不是个静态的, 分析起来的作用或者效力就会强很多, 那如果我们把它显示到图上, 或者在图上怎么看它呢, 就是下边这些沿着k线在一起纠缠的这些线, 就都是均线, 均线的话一般情况下会有不同的颜色, 然后分别对应着它, 比如说像这个是橙色, 对应的就是250天线, 它的这个120天线是个蓝色的线, 对吧, 这就对应是120天线, 像60天线的话呢, 就是对应的是绿色, 那相应的线, 然后你想改它的参数呢, 在右键修改参数以后, 你可以去改它相应的值, 它的算术移动平均值也会把它改出来, 这里边呢, 实际上我们在做图形交易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有一个误区的, 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是做交易, 实际上呢, 大家的经历我觉得放的位置都不对, 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在去注意, 哎呀, 未来能做什么能赚钱呀, 这个怎么买这个买点, 或者说我能不能优化呀, 或者说我是不是有新的方法呀, 但是我们很多人实际上是没有认真的去研究, 比如说均线这个东西, 如果在图上我自己画会是个什么样子, 每天我自己去记动, 手动的去记录这个股票一天的价格的波动的时候, 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我是否能够对这只股票更加的熟悉, 更加的理解, 而更多的时候就是给我一只个股票, 然后我扫一眼啊, 然后我就给你一个结论了, 你觉得合理吗, 靠谱吗, 我觉得这不合理, 因为至少我去净掉的很多的基金经理, 我说你会有多少股票是你观察池, 或者说你准备买的, 他说对于我一个40亿的基金来说, 我可能观察50个股票的一级股票池, 就是我的极限, 我还要有三到两个教育研究员来做支持才可以, 我真正去操作的股票可能就10个, 再多我看不过来, 对吧, 像陈老师这样的更极端, 就看一个, 那你这种时候就说我们对于股票, 就是怎么才能够去更好的理解和把握, 我认为第一个是降量, 第二个呢, 是我们要去更仔细和慢下来,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要去理解每一只股票, 他就是不是简单的, 只是看看指标, 看看结构, 看看他的K线, 然后去给他下个结论, 这就看个病人, 你进来以后我就说你有病, 然后来吃个感冒药, 对吧, 就是降火, 去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降火, 然后不咳嗽, OK, 你觉得病好了, 但是你真的在治病吗, 没有的, 你实际上他没有了症状而已, 你真正的调整了他的身体, 变得更好吗, 没有, 你真的在这只股票上下过功夫, 然后把这只股票上该有的交易收益拿到了吗, 没有, 我们只是在不断的寻找所谓的下一只可以赚钱的股票而已, 所以这种时候呢, 我们既要能够远看, 又要能够入微, 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在交易上, 我觉得啊, 有一点点前途, 或者说能把交易这个事做的好一点, 这是我们看到的均线, 只是基于这个思路讲起来, 那我们对于均线的所有的用法, 包括我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均线上的用法, 我觉得格兰币的这个八大买卖法则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均线的变形的操作, 然后他有四个买点, 分别怎么买呢? 价格下跌以后, 从底下上穿均线, 这里上穿如果成功的话, 这里会是第一次的买点, 这个上穿的时候是个买点, 你去看所有的股票在下跌以后, 再往上上涨的时候, 他必然要去穿过一个长期均线, 那这种时候, 这个长均线上穿成功的时候, 就是你的第一个买点, 第二个买点是什么呢? 就是上穿了均线成功以后, 然后他要回调, 为什么? 因为在底下抄底的人上来是有利润的, 这个利润如果比较厚的时候, 那他说我要平一半的仓位, 然后等到他回调的时候, 我再买回来, 会不会存在这样的人? 会, 那当他再重新回调, 然后回测到均线, 然后在均线这儿又没有跌破的时候, 那是不是其他的人就会发现, 这个股票还挺强的, 那我觉得我也要在这买, 然后在上边抛压的走的人少, 然后又有新的买入的人进来, 这个市场就会从这儿进, 变成第二个买点, 然后如果说在短期内, 沿着均线上涨很高的时候, 在这里就会形成第一个, 就是在这里就会形成卖点, 那什么时候会是下一个买点呢? 就是到了高位以后, 第一次, 就是在这里, 就是这次的回调结束以后, 他穿均线吧, 再次穿回来的时候, 这里会要求你小幅的跌破, 然后再穿回来, 然后再创新高的时候, 会发现在这里大概率是个顶背离, 然后再往下穿, 这里的时候就是你的卖点, 那下一个买点是什么的时候呢? 一直要到这里, 就是在下跌远离这个均线的时候, 然后出现快速超跌的时候, 才有反弹, 这是不就是上证在上个周的, 在节前的那次买点, 是不是就这个位置? 这就是我们在, 为什么要在那个位置上去抄底, 就是抄的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看到的四个买点, 第一上穿均线, 第二回踩不破, 第三在高位的时候小幅跌了破, 再上穿的时候, 第四次是下跌的过程中远离均线的时候, 是我们的买点, 这是格兰币的八个买点, 那他的卖点有几个呢? 也是四个, 第一次卖点卖在哪呢? 高位穿过均线的时候, 就是你的卖点, 如果放在上证上是什么时候, 实际上就是今年一月份, 穿年线下来的时候, 就是你的出场点, 第二个卖点是什么呢? 就是一月份的时候, 在下跌过程中, 去重新形成收敛, 试探年线, 然后没有突破的时候, 再回调下来, 那个位置是你的第二个卖点, 第三个卖点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上涨的时候, 过快, 这个时候你会形成远离均线, 这个时候它有回彩的需求, 这是你的第三个, 第四个卖点, 第三个卖点呢在哪呢? 就是现在的五分钟的那个位置, 就现在你去看五百的那个位置, 和上证的那个图, 现在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上穿, 就是从这穿上去以后, 然后再重新回调, 如果这里的回调穿过这个均线, 那这里也是你的卖点, 这是四个卖点和四个买点, 我自己也去实证过, 就是所有的均线, 就是这里的均线选择, 60天起步, 最低60吧, 然后你去看, 几乎大部分的图, 都是沿着这样的走势在走的, 这个很好求证, 然后我基本上对于均线的使用, 包括很多人都会问我用几根均线, 我就用一根, 我一般用粘线, 因为粘线基本上是我判断, 因为我用这些所有的位置上, 都会用三周期的方法去处理它的拐点, 所以我在我用的时候, 就会用它的粘线来去, 因为这样的话它的空间足够, 思路和对它的判断, 包括后边我们去推演股票的价格的时候, 也是用这个框架来去做的, 这是我们对于整个的格兰币的, 就是四买四卖的理解, 对于整个框架来说,